眼前这辆01款的梅塞德斯S600 便是道琪花了5400从网上拍到的 不过这车子锁在地离自己挺远 好像在那个什么明尼苏达州 这部道琪一大早就带着自己的好兄弟克莱斯 往锁在地赶了过去 只为能早点见到自己心爱的车子 一来到地方道琪就有点傻眼了 这车标咋还让人拔了 当时看图片介绍是有标的呀 到时候还得定个车标才行 不然这看着也太别扭了 早期这麦巴赫的双拼色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咱们可以看到 车子右侧的损坏情况 还是比较糟糕的 前后车门都已被撞变形 一子板不知道怎么的还少了一块 当然这都是小问题 主要发动机没事就行 就这轮毂 还是前车主自己改装的 到期查了下 这样一套最少要6000 到期准备把它们拆了麦 换套新的车轮 这车子不仅是四轮独立悬挂 而且还配有升降功能 下面咱们来看看发动机的情况 这辆梅塞德斯S600搭载的是一台 5.8升自然吸气V12引擎 奔驰S系列中最豪华型的轿车 当时落地将近300个W 该车变速器是首次一体变速器 变速箱是6速的 虽然车龄将近20多年 但发动机舱状况看着却很不错 挺干净的 到期拿的这要是也太新了吧 它这后备箱锁是在这下方 开启有点费事 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克莱斯骨刀半天 愣是打不开 哥俩这又花了半小时 才给它打开了 本以为还能有点意外惊喜 结果里面啥都没有 先给车子蓄电池充会电 等会来启动试试 机油还有那么一丢丢 好在来之前 到期带了几罐机油 咱们给它都添加进去 过滤一遍发动机 冲了大概20来分钟 车子有反应了 通过仪表盘 可以看到这辆梅塞德斯S610 也就跑了125123英里 01年的车子开到现在 总里程数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少的 简单这么描眼 内饰属实挺奢华 后挡风玻璃 还带有电动遮阳帘 中控台这块是陶木装饰键 上面的按键则是一些电动调节功能 座椅按摩 加热通风都有 启动车子前 到期再次检查了一下机油尺 发现刚刚机油还没过滤干净 于是又过滤了一遍 并且查看了底盘是否会出现漏油的情况 毕竟车龄这么大 很有可能的 这次机油的状况就比较好了 就这车子有24个火花塞 等会要是没启动 换火花塞 都是件麻烦事 太给力了吧 直接就着了 瞧给到其乐的 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了 不过 好像是高兴太早了 仪表盘突然爆了个ABC故障码 而且亮了个SRS安全气囊故障灯 这个SRS应该是副驾驶的内饰版 没安装导致亮的 它这还有个检查发动机的提示灯 另外明明车子是有油的 而仪表盘却显示一丁点油都没了 不管那么多 挂个档 看看这辆梅塞德斯S600能不能跑起来